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历史文献资料储存在胶片上 利于我们长期的保存 胶片应该是保存500年 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们这个资料做文献的研究 对历史研究用的比较多一些 现在的技术能够满足我们 把作为胶片上的影像资料 扫描到电子文档中去 经过后期的前锁加工 就可以放到网络上 供广大的读者进行查阅 阅览 我们日常的这种一线的越南史的工作 主要是读者进行导向性服务 公共图书馆的特点就是读者的背景是丰富多彩 每天接待的读者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读者本身是很有个性的 有可能是很急躁的读者 有可能是那种 他的学问做得很深了 觉得你的介绍不够专业 完全都有可能 所以读者的问题也是丰富多彩 所以当你做这样的咨询的时候 就是说你首先不能反 不能反走 你要热爱这个工作 你才能一直的就是说 一年365天 然后10年 20年30年地做下去 还有的读者就是说 带着问题 带着自己的具体问题来的 就是不光是接待图书的问题 你要说到里边的事 他可能要问到这样的一些事 因为他觉得你在这工作时间很长 但是实际上 你不可能是图书馆的所有的资料 全部都是那一行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学而不厌 一直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 或者是至少干到你退休为止 我们的数据主要是从我们国家图书馆 有各个业务部门 比如说有数据资源部 有古籍管 有索威 古籍报复中心等等吧 这样的业务部门 他们会加工一些数据 然后数据加工完之后 他们以硬盘的形式 然后提交到我们部门来 我们在后台把资源 进行一个组织管理上传 然后这样我们在网站上 看一本书的时候 点击这本书的书名 我们就能知道这本书的一些书目的信息 然后还能看到它的一些目次的信息 还能看到它的一些那个PDF的数据 或者是JPEG图像的一些数据 然后给它展示出来 然后让读者能够在线进行观看 随着这个网络技术的发展 我们也有很多通过一些第三方工具吧 我们可以通过在办公位上 进行远程操作这些服务器 发出指令 让数据从硬盘拷贝到服务器 网站维护好了 让读者切身地能体会到书的图书馆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